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信仰講清楚》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收看《周政傳播》的媒體空間頻道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訂閱 還有希望你們給我們一個Like 或是Share我們的影片 或是留言給我們 今天是我們第一集 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徐耀庆牧師和盧江牧師 是做我們的嘉賓的 兩位好,大家好 你好 我們好像很嚴肅 是的,不用那麼嚴肅 其實我們今天的題目第一集 就是講一些很嚴肅的事情 大家常常都會講起這兩個字 就是怎樣寬恕、饒恕 不如請徐牧師先講一下 其實這個名字這個題目 是否還有很多人在講的 我想一生一世都有人在講的 我自己今年很特別 為何我答應做這次的嘉賓呢 因為我今年是經歷到 我的被寬恕和我寬恕了人 包括我的家人和我一位教會的弟兄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題目很有意思 那盧牧師,你覺得寬恕難不難呢? 難不難當然是難的 不過這個我們主題叫 信仰講清楚 其實我覺得寬恕是我們做信仰的核心 寬恕的相對就是定罪 其實我們今天做人 時常都要面對給別人定你的罪 而你又很流行定別人的罪 所以這個寬恕根本是耶穌基督的信仰核心 或者今天我們人類的開始就是我們得罪了上帝 然後上帝就是寬恕我們 整本聖經如果你問我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 由創世記一直到啟示錄 就是定罪與寬恕 其實這兩個字都是最近這幾年 這兩年都是在我腦裡不停轉 為甚麼呢? 譬如說世界發生的事 香港發生的事 甚至乎我身邊發生的事 都是在想原來真的不容易 有很多人很容易批判了我 即是無論你在新聞裏面 又或者大家朋友之間 都可以因為某些論點 有些看法不同 於是乎就生氣了對方 很容易就去這兩個字了 那你寬恕不寬恕他 那寬恕又是 你說forgive 但我不forget 那是不是寬恕呢? 其實我怎麼忘記呢? 為甚麼可以忘記呢? 我想是不會忘記的 即是有一個傷口 為甚麼會有不寬恕呢? 就是被傷害 還有帶來心靈一個好心的痛楚 以至到那種搖書是很難的 所以這個是很不容易的課題 對我來說是一個學足一世的課題 我覺得我自己在信仰的歷程當中 最難學的功課就叫做寬恕 我自己也要承認 我有一件事 我以為是寬恕了 我經常把 有些會傷害我的人 曾經傷害我的事 我是因為不想再被傷害 我是會把它刪除了 很有趣 我曾經問過一個心理學家 我問為甚麼會刪除 我會忘記了那個感覺 其實你是一個保護的機制 但心底裡 你的那種傷口還在 即是有人說你寬恕了人 但你不寬恕自己的話 其實都可能還未完成 其實是可以寬恕的 所以是可以寬恕自己 也要寬恕自己 也要寬恕自己 而且你也會說 很順口 因為有些人都說 《For give and forget》 《For give and forget》 《聖經》不是這樣教的 我們不可能是否忘了 一方是騙自己 騙人 而是你不會再恨他 你不會定他的罪 你要好好地面對他 因為這些經驗 如果你忘記 就是車輛市場 付錢就忘記拿東西 因為這個經驗是十分寶貴的經驗 以後才能夠幫助你面對另外的定罪和寬恕 所以千萬不要forgive and forget 你不要forget 你記得hatred、恨、怒怒 那些你已經處理了 再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怎樣經歷過 我得到上來的恩典和智慧 你才能够取得很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你负了代价,你没有拿到,忘记得了拿 你以为你解决了吗?其实没有 在这个心队里面会出现 你不意识的时候,他又会出现 所以不要忘记,你好地面对他 处理了,得到医治了,再不怕这件事 别人在说,你不会觉得别人会弄你 你又可以分享给别人听,我就这样经验过 其实在不同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伤痛 有些人得罪人,有些人得罪你 还有,总有些东西是不能承受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底线 底线就是你碰到的位置,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永远都不会遥书 那其实遥书本身的根基在哪里呢? 我为何要遥书呢? 我自己因为真的经历过我被遥书 以及我去遥书人 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层次 首先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要好知道耶稣真的有莫大的爱 去给到我一个遥书 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来的 我需要耶稣基督的遥书 有时我都遥书不了自己 但是经历很多的长年累月 神的话语,见辅导 我用了很多这方面对自己心灵的疗书 我好记得有一位辅导的导师跟我说 他说,欲禽,人世间真的没有遥书 只有恨,只有报复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到十字架 看着耶稣基督 特别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去求祂的恩典 和求一份遥书的恩典 人才可以做到遥书 我突然叮一声 我说,我没有,但是耶稣有 于是我长达七年的时候 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求耶稣 给这个遥书的恩典 结果我就能够有这个遥书的经历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要遥书自己 刚才罗牧师你说的这个点 我是很认同 因为我曾经有一位姐妹 她和她爸爸炒了一场大交 然后第二天她回到大学 接到电话 姐姐打来说爸爸自杀死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没有遗书 但是她就一直内疚 可能我那晚和爸爸 叫完交第二天 她就有这样的轻生 她有个怨想 是的,她就内疚了很多年 无论用了什么方法 她都不放过自己 就觉得爸爸的自杀 就是因为自己而起 我那时和她做了一个心灵的医治 和辅导 神真是有恩典 那我就说了一句说话 我说如果上帝遥书你 你不遥书自己 你不是大个神 那她突然间明白一明白 从此她的生命不再一样 这个是真的 是有耶稣的遥书 我们都要透过耶稣的遥书 去遥书自己的不是和不好 我自己明白的方法就是 其实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智慧 又不可以听什么人去说什么 以后你去遥书 甚至有些人受了伤痛的时候 根本就不让你插嘴 你根本没有机会告诉她 其实你不要这么想 你劝也不敢劝 我想我想听到 全牧师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在灵里面 你在灵里面 你不能够开了 不能够把主耶稣的恩典 摆下来 你不能够跟她有关系 你没有能力 没有这个力去宽恕 所以不是一个知识上犯愁的东西 对吗 要真是 跟神有花的关系 要在耶稣的能力才可以遥书 所以第一个点就是 你要先有能力 是否这样 我想也有知识 不过 譬如全牧师说的一件事 就是他在内疚 其实最要命是自己控告自己 这个控诉其实是魔鬼的 这个最重要的伎俩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说 我都不控诉自己 上帝都不控诉我 有谁控诉我 魔鬼 魔鬼最喜欢控诉你 你不行的 你是几乎徒 你是牧师 你根本就不行的 你又这样又那样 不断在数你的坏东西 他定你的罪之前 先控诉你 然后就定罪 这个其实就是魔鬼的伎俩 所以我们任何弟兄姊妹 或者普通人 都会有良心 我们说 自己内疚 这个本来不是坏事 但问题是 当你在自己内疚 然后自己控诉 又听到控诉的声音 这些是魔鬼的声音 上帝都不控诉我们 谁有资格控诉我们 所以这里其实 圣经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今天正说 秋眼妹 我老过你 是不是 就是提到 这个的能力等等 就是从上帝来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确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自小看的那些 模特小说 或者近来电视剧 都经常说 有仇不报非君子 父仇不报又不共大天 不共大天 总之就是一个报仇的文化 其实这个 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咬咬咬 是的 但当然另外 有些片说 冤冤相报 何时了 两个思想 就有矛盾 但问题 明知了 怎样做呢 所以我说 今天你说的能力 因为我们说 有知识 你要明白这件事 你都不明白 那你就已经是内疚了 又听人家说这件事 他又说你这件事 那你又听到控诉了 那你走不了出来 或者你对人也是一样 对自己对人也是一样 人家说那人很坏的 他故意的 他整股你的 他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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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呢 你又听人家这么说呢 你又不了解呢 那你又 当然不定他罪 控诉他 所以其实呢 我们看我们基督徒很重要 整本圣经由开始 人类犯罪 上帝就宽恕我们 才离开了 伊甸园子 不是已经死了 而整个拯救 其实就是上帝的宽恕 但圣经当中 我们不说 旧有那么多 新约 耶稣 你真的说 是网十字架 其实我们的知识 耶稣在十字架里 说了什么呢 耶稣看着下面 那些陷害他的人 如果是我 这些坏人 害我 上帝 报应你 罚你们 你们现在在牙刷 刺刀 刺刀 你又说上帝的义子 下来 此笑 诸而取 耶稣如果是很愤怒才对 如果我们被定罪 很愤怒 你记得耶稣第一句说话说什么 父啊 世面他们 他们做事了 原来耶稣在那些树 他不是一个被定罪 被控诉 他是王者 他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如果耶稣像我那样 骂这些坏人 他就是一个失败者 他在那些树 你以为你定罪 你控诉我 我会在这些树 求上来赦免你们 这是王者 而且今天最大问题 很多人都说 你要我宽恕你 你先认错 你不认错 我为什么要宽恕你 或者有些人说 你先认罪 你先不可以认错 你先认罪 不是上帝都不赦免你 这不是圣经教导 这是世人的教导 你肯认错 我便要宽恕你 你不肯认错 我为什么要宽恕你 耶稣最好的例子 那些人什么时候有认错 什么时候有认罪 认罪是他们的责任 但不是宽恕的条件 今天你们丈夫也好 老友也好 朋友也好 同事也好 时不时都有 我觉得受伤害 或者我伤害了他 或者我自己得罪自己 这是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时候就说 你认错了 你不认错 两夫妻 你先认吧 你不认我就不认罪 这是文化 你永远都不会 圣经就不是 耶稣在他们 完全不觉得他自己错 还在此事 耶稣的时候 耶稣宣告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威力 就是 你认罪 认错是你的责任 你对上人的责任 不是我 宽恕你的条件 你未认之前 我先宽恕你 那你认不认就是你负责 但我便不会成为一根刺 今天很多人得罪你 你生气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很吃虧 你很生气 你受伤 你的伤痕 继续不断在咒助你 我宽恕了他的时候 他认不清楚 我为他祈祷 但不需要是条件 但是你说的 譬如说 耶稣真是一个王者的风范 就说 你们不明白 所以我会原谅你 但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 不是每个都 使提反 不能够 即我说现在 老牧师 使提反都是例外 我就说 我就有很久的时间 我都要说不到 但是我就很真诚 很真心 跟主耶稣说 我说主耶稣我现在未得 我说你给点时间我 我真的软弱 我真的对被伤害的经历 很深 和很痛 我求耶稣的恩典 耶稣都不会逼我 要立刻要说某人 还有我也有底线 如果他仍然是 我看到这个人 伤害我的人 他还是不断伤害人 或者他仍然是很坏的 去对待任何人 我真的宽恕不下 你只是说一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叫知识 一个是你自己的经验 行不行 就是你自己的经验 是的 但是你有知识 我不同意 施誓犯是例外 施誓犯是跟我们一样的 你说耶稣也不是例外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不是神 如果他是神 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 他拿来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人 在那个时候 所以才在十字架 而且他拍西玛利园 他跟人一样 他说这个苦杯最好落开 他说我很高兴 我完成上来救恩 我可以很高兴 他钉 不是 他说是人 尤其是施誓犯 施誓犯就是一样 扔他 他一样向天 求上来饶鼠 扔他的人 你说你未得 你未得 一世人 我到死那天都未必得 为什么需要恩典 我得了 我不用上来救恩 刚才你说的就是 在知识上我们知道的 没错 耶稣基督 他怎么认识人 给我们一个榜样 我们要跟这个榜样做 我跟得不太相似 我真的受不了 我们是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说 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 仍然不能够去做到的时候 全牧师就让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首先 我们向神求 神让你给我有这个能力 让我享受到你的恩典 但你要明白这件事 今天有很多人仍然说 你不认错 我不会要输 上帝也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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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是这样想的 这个就是错的 但我们未做到 我是仇敌 你又觉得 我怎么爱他 打左边 让他右边打 有没有搞错 我的经验上 能力上 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 要在神里 但你不知道这件事 今天很多人仍然说 那些牧师 港台也说 你要认罪 不认罪 上帝也不认罪 不要输 认罪是他的责任 上帝的恩典 也都是八把恩典 不是很多条件 不是很多条件 我们今天很奇怪 又说是恩信清义 唯独恩信 不是的 我们有很多条件 其实今天这个就是 我们在当中 受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各种的想法影响 我们姚树 我们自己 他有没有认罪 是上帝审判他的时候 上帝姚树和审判 在圣经当中 是一样的两面 审判本身是盼望他的悔改 但是上帝已经摇树了你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摇树 你也不认罪 你也不能接受摇树 所以我和你相交 当你得罪我 我得罪你的机会更多 也不是的 你摇树了我 但我为什么要你摇树 我没有错 他一方面经历不了他 你摇树他 你又没有损失 我摇树了他 但这个又很难 有伤口 但你不是带出了 露牧师也带出了第二点 第一点 在神那里拿能力 第二点 就是不要有条件 因为一有条件 一讲条件的宽恕 其实就未必达标 所以其实又艰难了 我觉得摇树这件事 其实除了知识之外 的而且确是要练习的 这是练习的 我想起一位 旧约的圣经人物 约失 他被哥哥搞到鸡毛鸭月 受了很多苦 但是他不单单 我很欣赏他 不单单是摇树 他那十位的兄长 而且他是看到这些 这么凄惨的过程 或者哥哥一个 这么不仁不义的一个做法 反而是他看到上帝 一个拯救的计划 就是当我自己 现在都在学着 我被伤害 然后搞到自己的人生 有某些路段 是鸡毛鸭血 但是我也有这个经历 当我回望回这些 伤害我的人 或者令到我很辛苦的人 我一回望回 原来我看上帝的手 是更加美丽的带领 我有几次的辞职 是上帝带我 更加在另外一个层次去服侍 所以我觉得 就是约失这个 是一个很令我 折服和很欣赏的一个例子 不单单只是说去摇树 而更加是看到上帝的恩手 怎样带领我的人生 你害我吗? No! 你不会害到我的 是上帝在我人生当中 一个很奇特的计划 就是诗恩的工具 还有祝福的途径 正是传闻师说到药室 我还想起他 就是一个 他抱着那些 是的 他是有情人 是的 他不只是理性 在那里判断一段 他也没有整理他们 假扮他们 又害他 又拘捕他们 但是就是 他是跟着他 抱着他 哭 就是这个有情的人 我们有时候被伤害了感情 人不是很理性 人是感情的动物 但是我又找到 我又找到 徐徐师说的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你不要一直在痛苦里面 在恨里面 你走出去看看 神原来给了一个很大的计划 可能你那时候不明白 但是已经有很多故事 告诉你 其实看东西不可以看那一点 你拉远一点 拉弯一点 看整件事 你会看到神 更加立体 对 立体去看就很不同 所以这个宽恕的第三点 我们又找到了 所以其实不是说 宽恕很难 很难触摸 你觉得是抵抵 我宽恕你不是很不抵 我自己 其实这个 其实真的 你宽恕是祝福 因为你将你自己的重担 我形容为 当我不宽恕的时候 我是自己困在自己的囚笼里面 我去饶书人的时候 就是我放牢 我不理他 但是我放了自己出来 那种自由 和那种 不再被你这种 恨字的自由 是很 很宝贵 但我有问题 这个人会常问的 他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 伤害你 我说饶书人要七十个七次 就是永远地饶书 但你当中 你可不可以给一点点鼓励 就是两位牧师告诉我们 我是普通人 他不停不停不停地 重复伤害我 我求神 但我要受苦 我每天受苦 我应该如何 这些具体的例子 你已经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你有方法 他如何避免他 他会帮助你 他说他可是我的先生 每天就着我 每天都打你说 他在打我便会报案 那些 也有 在言语上 对 伤害你和你 伤害是很重要的 但你就像今天廣東話 我當他沒到 當他吹風 但當你很緊張說話 你就讓他打到你 你已經不緊張說話 你就打得輕一點 你還是不要聽 就是找方法 廣東話真的很棒 當你說話 當你唱歌 你要幫自己 你不能避免 但有些人不能避免 即是找方法 但都是一個領袖 你要知道 你越著緊 你就越受傷 你越不寬恕他 第一個受傷者是你繼續被他傷害 你阻止 我首先要避免他傷害 我不可以改變他 我不要打過他 我就回應他 所以這個是 終身學 這是信用的核心 就是他的恩典 八百的恩典 你領受多少 你經歷多少 你沒有能力 還是回到神的能力 秋眼我真心地說 畢竟人一個 我就覺得 避免 真的絕對不容易 如果剛才你說的例子 或者聖經講的七十個七次 耶穌的強調不是次數 耶穌強調就是 你有沒有這個心願意去避免他 第一 第二 我要坦白承認 這個時候我真的不行 加上看到他這樣 路牧師說 你小心回避 保護自己 另外 你要設立自己 在這個時候不行 就不是去怪罪自己 或者去生氣自己 為何聖經教導我做不到 不是這樣 而是 我也是一個人 但是 我相信在耶穌裡面 我都求了七年 才可以去搖延了某人 以至到我的心可以輸廣 所以 不要逼自己 成為了另外一個 即是 即是 奏助你 變成奏助你 但我又找到第四點了 現在有 第四點就是同行 就像你所說的 我不行 神我還不行 我搞不定 你給我一些時間 其實很重要的 就是當你走這條路的時候 是有耶穌在你旁邊 即是你不孤單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有這個能力 我們今天呢 短短時間說了四點出來 你呀 你數到 信仰說清楚 我就逐點逐點說出來 我想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的時間 不是很多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 到自己被困擾到一個 不得了的地步 真的要找輔導來幫自己 這就是知識的 對 你需要人幫你 其實我們都信仰 不靠你自己 要靠人 要靠上帝 如果自己真的陷在一個很大的困難當中 包括自己搖說不到而有的痛苦 真的需要去見輔導 或者有不同的幫忙 我又說一個 其實呢 剛才我說的是定罪的問題 即是你又寬不住別人 其實你頂著別人的罪 其實耶穌另一個例子 是很經典的 幸任的婦人 被人拘捕了 覺得耶穌的對頭人 就來陷害耶穌 摩西律法很清楚 你有知識 這個人就應該扔石 你說怎樣 我們在兩難之間 耶穌經常都面對這兩難之間 我們不知不知道 我們經常都說要回答 其實我們今天不用回答 耶穌從來不是這樣 別人質問他回答 他說你說呢 當然那個例子也好 他不回答他 就是他第一次寫字 然後寫了一輪 他站起來說一句話 不是不可以扔 是你們當中誰沒有犯過罪 可以先用石頭扔他 先用石頭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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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你年輕人照片 先扔他 很老 請老人家扔他 從老到少一個個的酒療 耶穌沒有說不可以扔罪 誰有資格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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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寬恕等等 就牽涉了一個控訴 定罪 寬恕 以及靠什麼能力去寬恕 靠人 我們不可以扔罪 我們定罪 就是站在人的角度 你不可以扔罪 你得罪我 你那樣錯 你那樣錯 又看不到自己 耶穌說 你看到人眼中的刺 你看到自己的略目 這些全部的聖經說 你有知識才行 你明白才行 明白的時候 你能夠經歷到能力才行 所以你講到四點 四點 包括了 有知識 又有經歷 我想今天的節目是很豐富的 其實兩個字真的說不完 可能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不過現在因為時間的緣故 我們說了這四點 大家如果不記得哪四點 待會再重複一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個讚 也會分享我們的影片給大家 還有可以留言 我們今天就到這個位置 多謝羅牧師 多謝徐牧師 下次見 拜拜